台湾阿帕契事件雪球越滾越大 老乃城姐姐出席记者会 不断发言却成为众矢之地 东森新闻新闻广角进单元 今天特别推出阿帕契事件专题 带观众一起来看看事件的后续发展 老乃会在记者会上自爆 弟弟老乃城英文非常破 不是飞官正旗班 只有陆军专科 但其实国防部领选飞官出国授讯 必须通过由美国国防部设计的 ECL军册的测验 飞官的成绩要达85分以上 程度大概是等同全民英俭的终极 英文非常破的老乃城 真的能够争取到出国受训的机会吗 对此国防部只有表示 他的成绩有超过85分 至于几分不愿透露 他们从非常非常破烂的英文 每天只有睡两三个小时的努力学习 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老乃城姐姐自爆 弟弟的英文能力真的不太好 不过身为陆军航特部 六栋腰旅中校飞官 得要出国受训 英文能力不好行吗 ECL就是基本上是军售 不管是哪个军种 要出国之前 必须要做的一个测验跟考试 身为前空军F-16战斗机飞行员 饶志强说 国防部选拔赴美受训条件 最基本要通过的测验 叫做ECL军检 这是一套由美国国防部设计的英语 能力测验 以飞行教官班来说 成绩必须达到85分以上 并通过口语能力测验 补习班老师说大约等同全民音简中级 属于一般程度 但向国防大学赴美交换学生来说 ECL80分以上 及托福IBT61分以上 或多益直笔750分 口说150分以上 条件相对严谨 但却曾被曝出 宪兵司令部参谋长蔡森豪受奖 儿子蔡维扬稍微赴美受训 ECL测验疑似没过关 仍获得县令部领选出国 这回老奶会又自曝 老奶臣中正育校没毕业 陆军官校没考上 指陆军专科 选优出任 那除非说今天军中 就是刻意的让他的整个的 这个考机或者是相关的条件 都是捏造的 或者是都是护航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对此国防部表示 老奶臣ECL成绩一定是85分以上 才能出国受训 但到底实际是几分 却不愿透露 其实爆发阿帕奇事件后 老奶臣也被同袍爆料 常流连声色场所 出手阔挫 还有了老爷错号 还因为经常出入夜店 很多人叫他Vincent哥 由于赴美飞官受训名额少 领选条件是否因人而异 国军内部游戏规则 再度被放大解释 东西新闻站里面 陈太阁在台北采访报告 老奶臣姐姐的老奶会出席记者会 没想到发言适当 成为众矢之地 现在也被起底 据了解老奶会是补教界有名的英文老师 是纽约大学英文教学硕士 在台北桃园都有开班 还出过数 据了解的老奶臣的姐姐 老奶会是补习班界有名的英文老师 不过实际来到补习班做询问 人员都相当低调 没有跟他有联络这样子 听说他学生评价都不错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弟弟做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来到老奶会任职的补习班 员工低调不愿多谈 拒绝透露任何相关讯息 不过据了解老奶会的授课 没受影响目前照常进行 而且他在补教界可是小有名气 打开在台北任教的补习班网页 简介上头写着 授课方式生活化生动肢体语言丰富 活力又有憧憬 强将就是课漏字字会阅读还有文法 我们老师的建议还是 请他同学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 可能阅读测研的部分 或者是课漏字测研的部分 12年前曾经接受电视访问分享硬考技巧 其实老奶会是纽约大学英语教学硕士 待过至少6家补习班 在补教界闯出一片天 桃园任教的补习班 还有学生制作漫画看板 表达对老奶会的感谢之意 看板上写着 奶会老师我爱你 谢谢你让我英文15级分 而且教而优则写 他还出过书 课漏字字会 这是老奶会在几年前出的书 议考重点全在里面成为许多学生 加强英文的辅助工具 不过出席记者会 本来想要替弟弟解释却 动巧成拙 董森新闻前 李伍娱乐航在台北报导 因为阿帕基事件 老奶城被记两大过 列入年度的太除人员 但未来退伍 还是能领每个月 五万多元的月退缝引发质疑 国防部长高广齐 入福建马总统的时候 就提出要修法 未来如果军职人员 因为平的操守 一年被记两大过太除者 可能会被减少 甚至剥夺退休金 如果曾经接受公费的培训 还得赔钱给国家 被称为是老奶城条款 2013年底阿帕基直升机抵台交机 中子教官指引老奶城 风光出席典礼 还和马总统合影 福美授讯 花了上一公堂 身为国际重要资产 现在却因为带贵服团参观 还带头盔跑趴 国家恐怕惨赔 七位上将进入总统府谢罪 当代马总统面提出补救办法 去年国防部就有在针对降阶 这方面做过研究 那个法案也在讨论过 也送到立法院来審议过 就在这个时间点 国防部要推动修法 也被外界视为老奶城条款 军任服役期间 因品德操守等因素 现役除者订定赔偿机制 要求公费赔偿 老奶城现在被列为太除人员 外受训费需不需要赔 引起关注 另外老奶城就算退伍 还能月领五万元退休凤 也备受质疑 国防部也拟修法 年度烤机丙上以下 或个人因素 一年被记两次大过以上 也予以剥夺 或减少退出给予 最佳的星期 你觉得怎么样看法吗 要不要讲一下 不好意思 但其实在红中秋案 当时269旅旅长 杨芳和少将 和54旅旅旅长 沈威智少将 也曾经被记过两次 并调离现职移送法办 但是两人同样能领到退休凤 部分舆论明代炮轰 如今所谓严拟修法 只是虚晃一招 老奶城六月即将服役满二十年 新法即便通过 又怎么肃及既往 另一方面 如今风暴未袭 案情是否继续扩大 老奶城是否会受到 更严厉的惩处 最终保不保得住退休凤 证实还没有定论 东森新闻林佑陈志文 在特别报道 阿帕契观光团 不只烧出了军纪的问题 也烧出三二刑管 违建的案外案 北市监管处 现在发现三二刑管 不只在民国94年 遭举报的违建没有拆 竟然还在继续加盖新的违建 整个三楼都得面临拆除 只是到底当初是哪个议员 帮忙关说的 让三二刑管的违建 可以拖到现在还没拆 议员钟晓平说 是副议长陈景祥 建管处人员 再到三二刑管 要查哪些地方 又被盖上新违建 透过空拍看得更清楚 三楼这边面对地热谷的客房 汤屋51屏的空间是违建 但另外这一面被建管处发现 48屏也被违法夹盖了5间汤屋 换个角度看不管新的旧的都是违建 等于一整个三楼都被非法加盖 不过新盖的违建不止在三楼 来到一楼 这隐身在隐秘数从的休息室 八屏空间也是违法 跟一楼就有的违建 都是提供给泡汤的客人休息使用 加上二楼外推的露台 一二三楼新旧违建加起来 总共123平 明明这些违建在民国94年就被检举过 建管处也查证属实 但却因为议员官说一直没有拆 到底谁是三二行管的靠山 议员钟小平给了这答案 那位议员也今天拜托我来了 他说他不会再协调了 然后希望我代为拆除 那这位是副议长陈景祥 违建之前有副议长照着才能一拖再拖 但三二行管违法的事情不止这一桩 惩罚局发现在入口处的木栈道 旁边竟然有一口丝蛙的温泉井 里头有马达还连接着水管 证为有窃取温泉水的嫌疑 惩罚局立刻开出了一张五万元的罚单 并且要求三二行管必须在四月十一号之前 自行封井 对我们只做一个照景而已 验者强调会封井也会拆违建 但三二行管所有独立的汤屋 都是盖在三楼 现在被认定通通是违建 等于一旦依法拆除之后 三二行管只剩下大洞池 卖出去的汤屋券该怎么解决 成了三二行管接下来得面对的一大问题 多讯无寿山黄建祥陈云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艺人李倩荣这次引起了轩然大波 17岁就出道当VJ的她 学生时期个性就很反骨高调 因为外形亮眼 李倩荣曾经上节目自爆 自己打架翘课样样来 还曾经被一位老师预言 以后一定是当太妹 结果进入演艺圈之后 再遇到这位老师 让她很想跟她说老师错了 现在她过得很好 跟着音乐跳健康操青春无敌模样 那年李倩荣19岁 17岁就出道当VJ 光鲜亮丽献傻不少人 但学生时期她可是老师眼中的头痛人物 十足美人胚子个性却超反骨 翘课爬墙跟女同学互扯头发样样来 她回忆一位小学老师曾经预言 她将来一定是太妹没出席 是个多年在路上又遇见那位老师 李倩荣曾想冲上前跟她说 老师错了 现在的李倩荣过得很好 国中时期有老大 黑道老大追她吗 都有 那包括 那所以说因为黑道老大追她的关系 所以说其他人就被掩饰掉了 她自己本身 她自己会产生一个比较 就冷艳嘛 她比较冷艳型的 国中同学曾上节目爆料 就读仁爱国中时期 李倩荣更高调 制服另外定做 也常有学长或校外人士接送 她本人则是大方承认 自己就是问题学生 那小时候我蛮叛逆的 有到什么程度 就是也会跟朋友打打架 翘翘课 跟老师吵架这样 出生单亲家庭 由妈妈一手带大 李倩荣曾经偷到银行提领100万 事后妈妈只念她 钱花哪去了 并没有限制花用 长大后还把这个人视为偶像 前B嫂张晓慧 李倩荣称赞她 有勇气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东西 甚至也不介意被人认为难搞 因为这样才叫有个性 叛逆性格从小养成 结婚生子后似乎也没见云荣 终究引起轩然大波 东森新闻在台北报道 阿帕西事件引发军纪的问题 话题持续燃烧 美国华人想随时随地滑手机 收看新闻广角进单元 更多精彩内容 现在只要下载东森新闻每周APP 就能尽情观赏